睡着了 止疼药 这么难受啊 居然需要依靠止疼药还你偷偷 云飞 云飞 真的睡着了 去床上睡吧 别着凉了 怎么又不说话了 吓死了 差点就轻倒了 不过 长得倒还挺俊啊 这皮肤又白又嫩 睫毛也长长的 一表人才又多才多艺 说的就是他吧 可惜了 平平不喜欢女生 乖程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我还是先 哥 别走 再陪我聊聊呗 明天再聊呗 都这么晚了 不要 就现在 我有个问题 特别想问你 什么问题啊 你 有喜欢的人吗 没有啊 你问这个干嘛 胡说 你明明就喜欢痘痘 痘痘 怎么就扯到痘痘了 没发烧啊 嗯 怎么感觉云飞今天 迷迷糊糊糊的 反而更想痘痘了 云飞 我也有一个问题 突然想问你 问呗 你是 怎么知道 就是那个 不喜欢女人的啊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我姑姑说 因为我小时候生了场大病 影响了记忆 所以从记忆时开始 就一直对女人不感兴趣 这样啊 我都不知道 你还遭遇了这些 不过 不过什么 我隐隐约约的记得一件事 似乎 有一个小男孩 曾经信誓旦旦的对我说过 说什么 说要娶我 你 你说什么 那你还记得那个男孩的模样吗 睡 睡着了 这个睡子 简直和痘痘一模一样啊 天哪 明明这么明显的事情 我怎么才意识到 云云飞就是痘痘啊 所以 云云飞就是你的那个发想 对啊 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 她似乎不记得我了 而我 居然因为她的改变 迟迟没能认出她来 这也太戏剧了吧 那她什么反应啊 这个 我还没和她说呢 没说 为啥不说 这要是一开始 我立刻就相认了 但是现在 我这一天天的 老是在云云飞面前 逗逗来逗逗去的 跟个痴汉似的 要是让云云飞知道她就是逗逗 那得多难为情啊 至少我现在 还没法对云云飞说出口 今天又轮到你值班了呀 云云飞 她刚刚 没听到吧 云云飞 哥 哥 她又叫我哥 对啊 小时候她就这么喊我了 云云飞 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了吗 喂 哥 啊 我说 我要一杯珍珠奶茶 啊 好好好 我给你安排 双份珍珠 可不要忘了哦 知道了 哎 那位小哥 账直接记在管厂头上吧 啊 这个说来话长 你照做就完事了 行吧 滚成 又咋了 飞子 真是奇怪啊 从刚才开始 就一直回避我的视线 还突然叫我飞子 你在心虚什么呀 没没有啊 那你转过来看着我 我 我这不是要做奶茶吗 哎呀给我 你大爷 真磨叽我来做 什么事啊 我没事啊 那是你 你不像是没事的样子啊 哥